哇 现在我们林熊好近 我感觉我跟他大概两米吧 你看这个水汽 调果果然不一样 大概就是成都喝茶的感觉了 我通过镜头的画面语言向大家传递了 到微博红人节了 开始来成都的第一届重要事宜 拿到了嘉宾证 旅游视频达人 请看大屏幕 小莫莫 奖单也属于猴哥 来 翻给你 谢谢 现在我们已经从红人节出来了 刚才小莫与二红抱回了一个奖 是因为一直有你们看我们的节目 然后一直支持我们 关注我们 帮我们扩散 帮我们转发 才让我们拿到了这个奖 所以新的一年 希望大家继续转发 下面呢就来到了我们成都的第二个活动 我们的成都见面会 希望以后还能来成都 欢迎来 现在我们的分享会结束了 然后带大家去这个成都当代影响广案里面 去观看一下视频作品 成都的小伙伴们带我们来吃火锅 被真的巨大的牛油聚集了 这有不是会穿头吗 我没吃过折耳根 我没吃过折耳根 现在我们的舞蹈展示有粉丝长进 所以我跟他伙就同时入画了 也凭下我们两个打得撂 哪个更像四川人呢 我突然政筋畏坐呀 那我随意 今天下午和大家一起聊了天 看了展 吃了火锅 觉得特别特别幸福 就是我们不再是小莫丫豪的ID 我们是两个人 然后你们背后也不再是一个ID 而是一个真实的人在与我们交流 其实这种感觉我们觉得很重要 成都女孩果然非常的漂亮 我看不到 皮肤又好又白 做这种见面会 就会让我觉得非常幸运 选择了这个职业 如果说我跟阿猴在一起 可能只能得到一份爱的话 因为做了这份职业 得到了很多很多份爱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 无法反驳吧 那这有一份爱 我这是一大份 今天的见面会 其实不仅让过来的朋友了解了我们 其实我们也更加的了解了过来的朋友们 然后我们发现 这里面有一位朋友的职业 特别的特殊 然后他工作的场所呢 在很多成都本地人来看来 他们都是不知道 有这样一个地方存在的 所以我们明天就打算 带上我们的相机 去拜访一下这个地方 对对对就这儿了 昨天跟大家说的这个神秘的地点 就是我身后的四川龙桥黑熊救助中心 我们现在去看招熊了 就是把熊从熊社放到外面的草场 可以让他们自由的活动一下 太可爱了 怎么这么多可爱 而且你看他们就很聪明 会找里面吃的 有些什么三角炸啊 攀爬炸啊 这边这些呢就是一些趣味玩具 饲养员会把它们放在里面的草场上 像是这种竹子 它上面有一些洞 就可以把一些果子啊 蔬菜啊 塞到这个洞里面 然后熊就可以一边找这些吃的 然后一边锻炼一下他们的行动能力 这好像是刚才管理员说的那只 特别喜欢爬树的熊 哇 还要赚钱 这好像就是爬树的我 现在我们离熊好近 我感觉我跟它大概两米吧 两米不到能够感受到熊的喘息 这边就有很多给这边的月熊拍的照片 就会发现他们生活在这里 就像人类在生活一样 比如这种非常舒服的躺在椅子上的 这个姿势非常的契励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那个上面写的蛮对的 一只黑熊就是一个生物 保护动物共享大自然 我们现在走到熊墓地 它的墓地前面会放这样一个木头的标志 这个标志就是他们胸口的那个月牙 然后可以在他们的墓碑上面看到他们的名字 和他们的死亡年月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义卖站 然后在这里面看到很可爱的明信片 所以我们就买一些送给大家 这个就是月熊的标志 其实这个标志很像是在飞的鸟儿 希望它们永远自由 拜拜安德鲁 拜拜 拜拜 这趟成都之行 让我们认识了很多关注着我们的人 也是因为这个契机 我们才有机会去到了黑熊救护中心 了解了这些可爱圆滚滚的家伙 能够把这样的故事记录和传辑的 原地给更多人是我们的荣幸 很多人都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做着了不起的诗 这一个海报是我们一年五年了 所以我拍的 我们人员饲养的饲养员 还有我们的一些制作者 这是一个图像 然后拼着 即使只是用平凡的力量改变着世界 但渺小的我们 巨沙成塔 成都之行圆满结束 感谢大家看完我们的视频 元气一下开心一天 拜拜